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怒 对伯剔妥即逆 对赵吟勇即逅 那么向下的这个几段 从114到118 是不尽天神之物 这个四级 从114到117 那么在现代人 讲到天地鬼神 一般人都不相信 都认为这是民心 可是实际上 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矛盾的现象 你说他没有吧 这好像又有 像这个轮回转世 奇奇怪怪 不可思议的事情 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 常常有 我们在报纸 在资讯里面 常常看到 那么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 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古时候多数人 他不下结论 他存疑 这个事情 没有搞清楚 再继续不断的去观察 去研究 不能够下定论 可是现在一般人呢 他肯定这是明信 这个是希望的 真正的科学家 我们在西方 几乎西方 十多这些大科学家 都是深信宗教 他们相信有上帝 相信有神 中国 印度 埃及 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 文化历史悠久 可以说 累积几千年的经验 几千年的学术 告诉我们 这个事情真有 这个现代科学家的讲法 与古圣仙仙的说法 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 科学家不叫他做鬼神 叫他做不同空间为次的生物 科学确确实实 证明到这个空间是多元次的 黄念族 黄念族大就死 在《无量寿经》注决末后 附了一篇文章 它是学科学的 在天津大学 它也是教定文学 这个学科的 那个文章里面说明 西方科学家 已经证实 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 我们常讲是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到十一度空间 这是科学家证明的 确实存在的 在理论上讲 这个空间为次是无尽的 理论上讲是无尽的 事实上是证明有十一种不同的空间 就像我们电视机也 证明有十一个不同的频道 不同频道不同 就彼此不能相知 彼此不能相见 大概高维此空间的生物 它们的智慧高 能够知道低维此的 低维此决定不能知道高维此的 像这个动物里面 很多低维的一些爬虫类 像蚂蚁 微生物这些 它们生活空间是两度空间 也就是 在它们感觉当中 只有长度宽度没有高度 所以可以蚂蚁爬到我们屋顶上 其实的时候 我们觉得它怎么回到上面 它的感觉都没有 它没有高的感觉 我们有高的感觉 就是这三度空间的生物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它 它不知道我们 所以我们从这个理念 去联想去推测 比我们维持高的这些生物 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 我们 它们能看到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觉察它们的存在 这个 跟古老的传说里面 讲的这些鬼神 相应的 非常接近 只是名词不相同 四十 四十 确实 没有两样 如果是用 我们佛法 勉强的来汇通 但这个主要听到 这只是勉强 科学家 将有十一种不同维持的空间 我们佛法将十法界 每一个法界 每一个法界 时空的维持都不相同 但是 这个说法呢 需要证明 需要证实 是 库小家 有没有真的 的 了解 了解有十个法界的存在 而佛法界 而佛法里面 对十法界讲的非常透彻 这比哪一个宗教 这比哪一个宗教都讲得清楚 我过去住在台湾 韩馆长 这个家里 附近呢 具有一个天主教堂 这个天主教的神父 也是个学者 方好 在台湾很多人知道他 他是正大文学院的院长 我们很熟 他向我借大藏经看 看了之后 他来给我说 他说你们这个经里面 对于天堂里面的记载 比我们圣经讲的详细 好像是去过似的 我说没错 你们为去过 听说的 所以记载不详细 我们这是真去过的 所以您这个天道的生活状况 都说得很清楚 这是说明 天地贵神 确实存在 我们对不同维持空间的正神 要尊敬 要尊敬 这个几段所说的 都是不尊敬 人 对天地鬼神不尊敬 天地鬼神是正神 天地鬼神是正神 不是佛菩萨 他们也有喜怒该路 换一句话说 他欢喜的 1945 他会赞叹你 会帮助你 他不欢喜的 他会援隶你 他不会帮助你 他援隶你 他不会帮洗的 他不会帮助你 也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只有大乘佛法 诸佛菩萨帮助人是无条件的 给诸位说 天地鬼神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呢 没有离开六道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一段的注解 希望诸位用心的看一看 回是一个月的终了 拉是一年的终了 一个月最后这一天 没有月光 那是一年最后的一天 这一天 这个注解里面所注的是道教的 他说 司命造君 奏焉世人功过之日 现在这个事情都没有了 我在小时候 这中国人的习俗 无论是这个都市乡村 每一个人家都有造 炉灶在那个时候 烧柴 所以有侨夫 在山上砍柴 挑到城里面去卖 我们度六祖堂金 慧能就是个巧妇 砍柴到这个都市上去卖 我记得 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住在附近 住在建欧 这个城市里面 还没有自来水 水也要买 有人挑水 在街上卖 挑柴 在街上卖 所以那个时候 烧的炉灶 都是烧柴火 以后我们到台湾 台湾比较进步 烧煤球 比烧柴火 要进步多了 灶 都有供一个灶神的地方 在炉灶 灶炉灶的时候 大概有一块砖 那么大的地方空起来 做一个小佛刊 里面供养灶神 灶神旁边有一幅对联 那个对联是一样的 大概是走遍中国 都是那一幅对联 上天奏好寺 下地保平安 所以中国从前对灶神 很恭敬的 现在这些统统没有了 所以有人问过 那现在不供养灶神呢 灶神还有没有 这个事情不是说 你供养它就有 你不供养它就没有 如果要是这个说法的 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对于天地鬼神 一看不要供养 它不就没有了吗 不供养还是有啊 不是没有啊 看看道家的书 看看中国古老的这些传说 门有门神 就是居住环境里面 要是把这些神算一算 比我们家的人口还要多 都大家都住在一起 人与鬼神杂聚啊 过人的频道不相同 但是不能说没有关系 确实它有个微妙的关系 存在其中 因此 古无神仙仙 教我们要尽了 那 在习俗上讲 有五种 这个里头记载的有 真月初一 天了 五月初五 地了 七月初其 道德了 十月初一 碎了 十二月初八 猴我了 这是中国 这个五 这个五 那么这些 这种现在说法 已经很少人知道了 也没有人讲了 我想除了什么算命看相 看风水的人 还讲讲之外 其他场合当中 已经没有人说了 我们今天 读这一节 会通他的大意 儒家教导我们 读位看李基 这个李基进华录 大家都有了 你看第一篇 第一行 头一句 去李月 无不尽 我们 在佛法里 佛教给我们 对人 对死 对无 天地鬼神 包括在物里头 物 范围就大了 物里头 包括十法界 人里头 只概括一个法界 人道 对人 对四 对无 都要 共进 道教教人 尽天地鬼神 目的是 去及 避凶 祈求天地 鬼神 降福 保佑 大乘佛法里面 叫我们 一切 恭敬 你们在 参宜里面 常常念到 一心 顶礼 一切 恭敬 这些意思 从哪里来的呢 从普贤 行愿 地面来的 礼尽 祝福 佛法 讲的意思 神 讲的意思 透支 虚空 万象 一切众生 都是信德的流露 恭敬 恭敬 是信德 之扩充 我们 我们修福 中级的目标 是要明心 是要明心 见性 你不从这上 认真 修舍 明心 见性 就难了 铺行 那是个方法 是明心 见性 最基本的条件 到普贤 这个阶段 目的就是 坚信 臣 大臣的阶段 还置于菩萨的地位 目标还没有定在 圆满的佛口 这个一般大臣 希求的 登地 这个国位 就是菩萨的十一地 那国位在这个地方 不是讲到 究竟圆满的佛口 但是普贤呢 他的目标 是究竟圆满的佛口 那么换句话是 要用究竟圆满的信德 才能够 张明究竟圆满的佛口 道理在此地 苏丹 苏是初一 但是早晨 太阳刚出山的时候 这个是对 日月星辰的功近 波 波是上方 我们居住在波半球 波半球的上方是波 南半球上方是南 这是我们看到地球自转的轴心 你在这个晴天 夜晚观看星象 你看所有心都在那里旋转 对机心不转 那个波动的地方 就成为上方 对上要尊敬 许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剃脱都是不尽的行为 灶 这个灶神 是私命之主 人以食为天 人养活这个生命最重要是饮食 这个就是对于饮食的尊重 不可以放肆 不可以轻慢 培养自己的尽性 能够尊敬 天地万物 对天地万物 你都能尊敬 对人 你当然会尊敬 对人会尊敬 对于你的父母 长辈 你当然懂得尊敬 你就晓得 古圣先行 教学 宗旨 义区 之所在 这个教学是好的 不要把它看作是迷信 即使是迷信 它的效果非常殊胜 后宽 我们的智慧 经验 常识 还没有达到 达到之后 才了解 此时真相 身心所说的 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横深的道理 横广的道理 要我们细心去体会 要落实 对于自己的羞耻 我们讲功夫得力 自然就有效果 今天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 原因在哪里 这看看都晓得了 所以我常讲 我们都随胜 感情 随胜 情职 没有能够随胜 佛菩萨的教会 让我们的故事在此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讲到说 感谢大家